在离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几公里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大的坦克坟场。坟场里面的坦克和各式车辆是苏联在从阿富汗撤军的时候遗留下来的。至今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临曾经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随红色帝国解体变成了历史。 冬去春来,这些废弃的车辆仍在同阿富汗的天气斗争着,他们从最初的作战工具,变成了要许多许多年,才能够最终吞去的印记。阿富汗是一个非常悲惨的国家,被称为中亚的十字路口,历史上充斥着无休无止的战争和动荡。 阿富汗曾经被波斯帝国、孔雀王朝、阿拉伯帝国、卡尔提德王朝、墨沃尔帝国、波斯萨菲王朝等多个一族统治。阿富汗的历史,是大多数时间被一族统治的历史,也是一部抗争史。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十年战争,期间使用策略无数,但最终不得不撤走,由于走得过于匆忙,许多装备坏掉,或者没有来得及带走,就留下了途中宏大的废墟场面。 隔着铁丝网,两辆秀气斑斑的坦克停在那里,后面还隐隐约约听着许多其他车辆,途中的坦克和装甲车辆已经残破不堪,有些可能是苏军撤走时,就已经坏掉了。 而另外一些则可能是当地居民拆回去卖钱,一辆坦克正对着废墟,建筑早已变成废墟,许多钢架结构凌乱地摆在一起。 坟地里的装甲车辆一角,绝大多数车辆的轮胎都已经被拆走,冬季来临后,废弃车辆上堆积了厚厚的积雪。 坟地里的车辆内部大多数都已经被拆空,在雪景的映照之下,显得十分凄凉。